第一回 风雪惊变 前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 江畔一排树石株五百树,叶子似火烧般红。 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开始变黄,一抹斜阳照应之下,更增了几分萧索。 两株大松树下围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几个小孩正次聚清会神地听着一个销瘦的老者说话。 那说话人五十来岁年纪,一件青布长袍早起地退成了蓝灰色,只听他两片梨花木板碰了几下,左手中竹棒在一面小节骨上敲起得得连声,唱道。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碗压,几处拜员为顾景,向来依依示人家。 那说话人将木板敲了几下,说道,这首奇言诗说的是冰火过后,原来的家家户户都变成了断墙残瓦的破败之地。 小人刚说到那叶老汉一家四口,悲欢离合,散了又聚,聚了又散。 他四人给金兵冲散,好容易又再团聚,欢天喜地地回到故里,却欠房屋早已给金兵烧得干干净净。 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去到汴梁,想觅个生计。 不料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他四人刚进汴梁城,迎练便过来一队金兵,带兵的头一双三角眼即将过去,见那叶三姐生的美貌,跳下马来,当即一把抱住,哈哈大笑,便将她放上了马鞍,说道,小姑娘,跟我回家,服侍老爷。 那叶三姐如何肯从,拼命地挣扎,那金兵长官喝道,你不肯从我,便杀了你的父母兄弟。 提起狼牙绑,一棒打在那叶四郎的头上,等时脑浆泵裂,一命呜呼。 正是,因是心田,亡死鬼,阴间不见,少年人哪。 那叶老汉和妈妈吓得呆了,扑枪上去,搂住了儿子的死尸,放声大哭,那长官提起狼牙棒,一棒一个,又兜了好仗。 那叶三姐却不提哭,说道,长官羞得凶恶,我跟你回家便了。 那长官大喜将叶三姐带着回家,不料叶三姐祭她布房,突然抢步过去,拔出那长官的妖刀,对住了她的胸口,一刀刺降过去。 说是直那是快,这一刀刺句,眼见便可抱得父母兄弟的大仇。 不料,那长官久经战阵,无意惊手,顺手一推,叶三姐瞪时摔了出去。 那长官刚骂的一声,小贱人,叶三姐一举起钢刀,在脖子中一勒。 可怜她,花容月貌无双女,惆怅芳魂,赴九泉哪。 她说一段,唱一段,只听得众村民无不咬牙切齿,愤怒叹息。 那人又道,众位看官,常言道得好,为人切莫用其心,举头三尺有神明。 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 可是那精兵占了我大宋天下,杀人放火,奸严裸掠,无恶不作,却又怎不见他遭什么报应。 只怪我大宋官家不争气,我中国本来兵多将广,可是一见到精兵到来,便远远的逃之夭夭,只剩下老百姓遭殃。 好似那叶三姐一家的惨祸,江北之地,时势成千成万,便如家常便饭一般了。 朱军住在江南,当真是在天堂里了,怕只怕,金兵何日到来,正是宁坐太平犬,莫为乱世人。 小人张十五,今日路经跪地,服侍众位看官这一段说话,叫做《叶三姐节列记》,话本说彻,全作三场了。 将两片梨花木板,啪啪啪地乱敲一阵,拖出一只盘子。 众村民便有人拿出两文三文放入木盘,刹时间得了六七十文。 张十五谢了,将铜钱放入囊中,便遇启行。 村民中走出一个二十来岁的大汉,说道, 张十五,你可是从北方来的吗? 张十五见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便道,正是。 那大汉道,小弟坐中,请先生去饮上三杯如何? 张十五大喜,说道,素不相识,怎敢明早? 那大汉笑道,喝上三杯,那便相识了,我姓郭,名叫郭孝天。 指着身旁一个白净面皮的汉子道,这位是杨铁心杨兄弟, 是才我二人听先生说唱《叶三姐节列记》,果然是说得好, 却有几句话想要请问。 张十五道,好说好说,今日得与郭阳二位也是有缘的。 郭孝天带着张十五来到村头一家小酒店中,在一张饭桌旁坐了。 小酒店的主人是个脖子,撑着两根拐杖,慢慢烫了两壶黄酒, 逮出一碟蚕豆,一碟咸花生,一碟豆腐干, 另有三个切开的咸蛋,自行在门口板凳上坐了, 抬头瞧着天边正要落山的太阳,却不再像三人望上一眼。 郭孝天蒸了酒,欠张十五喝了两杯,说道, 乡下地方,只出二十六方有肉脉,没了下酒之物,先生,莫怪啊。 张十五道,有酒便好,请两位口音,折磨也是北方人。 杨典心道,我两兄弟原是山都人士,只因受不了金狗的肮脏气,三年前来到此间,爱这里人情厚便住了下来。 刚才听的先生说道,我们住在江南,游四在天堂里一般, 怕只怕金兵何日到来?你说,金兵会不会打过江来? 张十五探讨,江南滑滑世界,遍地皆是金银,放眼淡见美女,金兵又有哪一日不想过来啊? 只是他来与不来,拿主意的却不是金国,而是这临安的大宋朝廷。 郭孝天和杨铁心岂敢诧异,同声问道,这却是怎舍说? 张十五道,我中国百姓比女真人多上一百倍也不止,只要朝廷肯用忠臣良将,咱们一百个打他一个,金兵如何能够抵挡? 我大宋北方这半壁江山,是当年徽宗、钦宗、高宗他父子三人奉送给金人的。 这三个皇帝,任用奸臣,欺压百姓,把出力抵抗金兵的大将,罢免的罢免,杀头的杀头。 花花江山,双手送将过去,金人确之不公,也只得收了。 今后朝廷,倘若仍是任用奸臣,那就是跪在地上,请金兵驾到,他又如何不来啊? 郭孝天伸手在桌子上重重一拍,只拍得悲儿、蝶儿、快儿都跳降起来,说道, 正是! 张十五道 像当年徽宗、道君皇帝,一心只想长生不老,要做神仙,所用的奸臣,像蔡经、王府,是专帮皇帝搜刮的无耻之徒,像铜冠、梁诗成,是指挥吹牛拍马的太监。 像高求、李邦宴,是陪皇帝嫖怨玩耍的浪子。 道君皇帝正是诸般不理,整日里若不是求仙学道,便是派人到处去找寻奇奇古怪的花木石头。 一旦金兵打到眼前来,他束手无策,头一缩便将皇位传给儿子亲总。 那一时候,忠臣李刚守住了金城汴梁,各路大将率兵秦王,金兵攻打不尽,只得退兵。 不料想,轻松听信了奸臣的话,竟将李刚罢免了。 又不用威名诉诸能征贯战的素将,去信用一个自称能请天神天将会得呼风唤雨的骗子郭京,叫他请天将守城。 天将不肯来,这京城又如何不破啊? 终于,徽宗亲宗都给金兵裸了去,这两个官军自作自受,那也罢了,可害苦了我中国千千万万的百姓啊。 郭孝天,杨铁心越听越怒。 郭孝天道, 靖康年间,灰亲二弟被金兵裸去这件大事,我们听得多了。 天神天将什么的,倒也听见过,直到是说说笑笑,岂南道真有此事。 张十五道,那还有假的? 杨铁心道,后来康王在南京接位做皇帝,手下有韩世忠,岳爷爷这些天将,本来大可发兵北伐,就算不能指导黄龙,要收复京城汴梁,却也并非难事。 只恨秦桧这奸贼一心响一和,却把岳爷爷害死了。 张十五替郭阳二人斟了酒,自己又斟了一杯,一口饮肝,说道。 岳爷爷有两句诗道,壮志鸡餐葫芦肉,笑谈可饮,匈奴血。 这两句诗,当真说出了中国全国百姓的心里话。 哎,秦桧这大奸臣运气好,只可惜咱们持生了六十年。 郭小天问道,若是早了六十年,却又如何? 张十五道,乃是凭两位这般英雄气概,豪杰身手,去到临安,将这奸臣一把揪住,咱三个就吃他的肉和他的血,却又不用在这儿吃蚕豆喝冷酒了。 说着,三人大笑。 杨铁心见一壶酒已喝完了,又要了一壶。 三人只是痛骂秦桧,那脖子又端上一叠蚕豆,一叠花生,听他三人骂得痛快,忽然间黑黑两舌冷笑。 杨铁心道, 曲三,怎么了? 你说我们骂秦桧骂得不对吗? 那脖子曲三道,骂得好,骂得对,有什么不对? 不过,我曾听的人说,想要杀岳爷义和的罪魁祸首,却不是秦桧。 三人都敢诧异,问道,不是秦桧,那么是谁? 曲三道, 秦桧做的是宰相,义和也好,不义和也好, 他都做他的宰相。 可是岳爷爷一心一意,想要灭了金国,迎接徽谦二帝回来。 这两个皇帝一回来,高宗皇帝,他又做什么呀? 他说了这几句话,一拐一瘸地,又去坐在墓凳上,抬头望天,又是一动不动的出神。 这曲三,瞧他容貌,也不过二十来岁年纪。 可是,公邀取备,并边见白,从背后瞧去,倒像是个老头子模样。 张十五和郭阳二人相顾哑然,隔了半赏,张十五道, 对,对,这一位兄弟说得很是,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 这个高宗皇帝原本无耻得很,这种事情自然做得出来。 郭小天问道,他却又怎么无耻了? 张十五道,当年岳爷爷打了几个胜仗,只杀的金兵血流成河,失机如山,只有逃命之力,更无招架之功啊。 而北方,我中国一民,又到处起兵,抄达字的后路。 金人正在手忙脚乱,魂不覆起的道,忽然高宗送到响表,说要求和。 金人的皇帝自然大喜若狂,说道,义和倒也可以,不过先得杀了岳飞。 于是,秦桧定下奸计,在风波亭中,害死了岳爷爷。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爷爷被害,只隔着一个月,到绍兴十二年正月,义和就成功了。 宋金两国以怀水中流为界,高宗皇帝向金国称臣。 你道歉,这道响表是怎生书写? 杨戒心道,那定是写得很不要脸了。 张十五道,可不是吗? 这道响表,我倒也记得。 高宗皇帝名叫赵沟,他在响表中写道, 陈勾言,继蒙恩造,许备攀国,世事子孙,谨守陈节。 每年皇帝生辰,并正诞,前使称贺不绝。 岁贡银二十五万两,捐二十五万匹。 他不但自己做奴才,还叫世事子孙,都做金国皇帝的奴才。 他做奴才不打紧,咱们中国百姓可不是跟着他,也成了奴才。 砰的一声,郭孝天又在桌上重重拍了一击,震倒了一支酒杯,酒水流到满桌,怒道, 不要脸,不要脸,这鸟皇帝算是哪一门子的皇帝? 张十五道 那时候全国军民听到了这个消息,无不奋慨至极。 淮水以北的百姓眼见河山恢复无望,更是伤心气血。 高宗建自己的宝座,从此做得稳如泰山,便倒是秦货的塔工。 秦货本来也封到鲁国宫,这时再加封太师,荣宠无比,全是勋骗。 高宗传孝宗,孝宗传光宗,竟然占定了我大半边江山。 光宗传到当今天子庆元皇帝手里,他在临安已做了五年的龙庭,用的是这位韩岔州韩宰相。 今后的日子怎样? 呵呵,难说,难说,说着连连摇头。 郭小天道,什么难说,这里是乡下地方,尽说无妨,又不比连安城里怕给人听了去惹祸。 韩岔州这贼宰相,哪一个不说他是大大的奸臣? 说到祸国殃民的本事,跟秦货是败把子的兄弟。 张十五说到了眼前之事,却有些胆小了,不敢再那么直言无忌,喝了一杯酒,说道。 叨扰了两位一顿酒,小人却有一句话详全。 两位是血性汉子,说话行事,却还得小心,免惹祸端的。 时事既是这样,咱们老百姓也只有混口苦饭吃,挨日子罢了。 正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修,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做汴州。 杨体新问道,这四句诗说的就是什么故事? 张十五道,那倒不是故事,说的是我大宋君臣只顾在西湖边上饮酒作乐,观赏歌舞,打算世世代代就把杭州当作京师,再也不想收复师弟,回汴梁旧京去了。 张十五喝得熏熏大醉,这才告辞,脚步踉枪向东往临安而去,只听在他口中独自喃喃地念着岳飞那首《满江红》中的句子。 尽康尺,游未雪,臣子恨何时密,驾长车。 郭孝天赴了酒钱,和杨铁新并肩回家。 他两人比邻而居,行得十余丈,便到了家门口。 郭孝天的魂家理事正在赶鸡入龙,笑道,哥儿俩又喝饱了酒了。 杨叔叔,你跟嫂子一起来我家吃饭吧,咱们宰一只鸡。 杨铁新笑道,好,今晚又饶嫂子了,我家里那个养了这许多鸡鸭,只是白费粮食,不舍得杀他一只两只,老是来吃你的。 李氏道,嫂子就是心好,说这些鸡鸭从小养大的,说什么也很不下心来杀了。 杨铁新笑道,我说让我来杀,他却要哭哭啼啼的,也真好笑。 今晚我去打些野味儿,明儿还请大哥大嫂。 郭孝天道,自己兄弟说什么还请不请,今晚咱哥俩一起去打。 当晚三更时分,郭阳二人都在村西七里的林子中,手里拿着弓箭列叉,只怕有只野猪或是黄鼠狼夜里出来觅食。 两人已等了一个多时辰,始终没听到有何声息。 正有一些不耐烦烂,郭庆的林外传来一阵哆哆哆哆之声。 两人心中一领,军觉奇怪。 这是什么? 就在此时,郭庆的远处有几人大声吆喝。 往哪里走? 快给我站住! 接着,黑影闪动,一人闪进林中,月光照在他身上。 郭阳二人看得翻名不由得大齐。 原来那人撑着两根拐杖,却是村头开小酒店的那个脖子取三。 只见他左拐在地下一撑,怕出哆的一声,便即飞身而起,躲在树后。 这一下只是高明知己的轻身功夫。 郭阳两人不约而同地伸出一手,互握了一下。 心中均是惊诧万分。 我们在牛家村住了三年,全不知这脖子取三武功竟然如此了得,当下躲在长草之中,不敢烧动。 只听得脚步声响,三个人追到林边,低声商议了几句,便一步步的踏进林来。 只见三人都是武装装束,手中轻光闪烁,各握着一柄单刀。 一人大声喝道,乌那脖子,老子见到你了,还不跪下投降。 取三却只是躲在树后不动。 三名武官挥动单刀,呼呼须披,渐渐走近。 突然间,拨的一声,取三右拐从树后戳出,正中一名武官胸口,事到甚是近期。 那武官一下闷哼,便向后飞了出去,摔在了地上。 另外两名武官挥动单刀,向取三砍去。 取三右拐在地下一撑,向左越开树时,避开了两柄单刀。 左拐向一名武官面门点去,那武官武功字也不弱,挺刀挡架,取三不让他单刀碰到拐杖。 左拐收回着地,右拐扫向另一名武官腰间,只见他双拐此起彼落,快速无伦。 虽然一拐须得称帝支撑身子,至于一拐空出来对敌,却是丝毫不落下风。 郭阳二人见他背上附着一个包裹,甚是累赘。 逗了一会儿,一名武官钢刀砍去,削在他包裹之上,当浪一声包裹破裂,散出无数物事。 取三趁他欢喜大叫之起,右拐挥出,啪的一声,一名武官顶门重拐,扑地跑了。 余下那人大害转身便逃,他脚步甚快,顷刻间奔出树掌。 取三右手往怀中一掏,跟着仰手,月光下只见一块圆盘似的黑雾飞降出去,拖地一声轻响,嵌入了那武官的后脑。 那武官惨声长叫,单刀脱手飞出,双手乱舞,仰天缓缓倒下。 扭着了几下,就此不动,眼见是不能活了。 郭阳二人见脖子取三,与钦刻之间连臂三人,武功之高,生平从来未见,心中都是砰砰乱跳,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 君想,这人击杀命官,犯下了滔千大岁,我们若是给他发掘,只怕他要杀人灭口。 我们兄弟俩可万万不是匕首。 却见取三转过身来,缓缓说道,郭兄,杨兄,请出来吧。 郭阳二人大吃一惊,只得从草丛中长身而出,手中紧紧握住了猎叉。 杨铁心向郭小天手中猎叉瞧了一眼,随即踏上两步。 取三微笑道,杨兄,你使杨家枪法,这猎叉还将就用的。 你一凶使的是一对短简,兵刃可太不救手了,因此你挡在他身前。 好,好,有义气。 杨铁心给他说穿了心事,不由得有些手足无措。 取三又道,郭兄,就算你有双简在手,你们两位合力,斗得过我吗? 郭小天摇头道,斗不过,我兄弟俩当真有眼无珠,跟你老兄在牛家村同住了这么多年,全没瞧出你老兄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高手。 取三摇摇头,叹了口气,也说道,我双腿已废,还说得上什么绝技不绝技? 似乎十分的异性阑珊,又道,若在当年,要料理这些三个宫中的带刀侍卫,又怎用得着如此费事? 哎,不中用了,不中用了。 郭阳二人对望一眼,不敢接口,取三道,请两位帮我脖子一个忙,将这三具尸首埋了,行不行? 郭阳二人又对望一眼,杨铁心道,行。 二人用猎叉在地下绝了个大坑,将三具尸体搬入,搬到最后一句时,杨铁心见那黑色的排行之物物似嵌在那五官后脑,深入数寸,于是右手运劲拔了出来,着手重点变的,原来是个铁柱的八卦,在尸身上逝去了血字,拿过去交给取三。 取三道,劳驾了,将铁八卦收入囊中,解下外袍摊在地上,捡起洒落的个物,一一放入袍中包起。 郭阳二人搬土,掩埋尸首,起眼看去,竟有三个长长的卷轴,另有不少亮晶晶的金器玉器。 取三留下一把金壶,一支金杯不包入袍中,分别交给郭阳二人道。 这些物事是我去临安皇宫中盗来的,皇帝害苦了百姓,拿他一些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金银,算不得是贼赃,这两件金器转送给两位了。 郭阳二人听说他竟敢到皇宫中去捷到大内财物,不由得惊拍了,都不敢伸手去接。 取三立声道,两位是不敢要呢,还是不肯要? 郭小天道,我们无功不受禄,不能送你的东西。 至于今晚之事,我兄弟俩自然绝不泄露一次半句,老兄尽管放心。 取三道,哼,我怕你们泄露了秘密。 你二人的底细,我若非早就查得清清楚楚,今晚岂能容你二位活着离开。 郭雄,你是梁山博好汉,帝佑星赛人贵,郭盛的后代,使的是家传减法,只不过变长为短,化单为双。 杨雄,你祖上杨再兴是月爷爷麾下的名将,你二位是中义之后,北方沦陷,你二人流落江湖,其后八代为交,一节金兰,一起搬到牛家村来居住。 是也不是,郭杨二人听他将自己的身世来历说得一清二楚,更是惊讶无比,只得点头称是。 取三道,你二位的祖宗郭盛和杨再兴,本来都是陆林的好汉,后来才归顺朝廷,为大宋处理。 捷到不予之财,你们的祖宗都干过了的。 这两件金器到底收拾不收? 杨铁锡寻思,若是不收,自然得罪了他,只得双手接过,说道,如此多谢了。 取三,其然色喜,提起包裹,附在背上,说道,回家去吧。 当下三人并肩出林。 取三道,今晚大有所获,得到了道君皇帝所画的两幅画,又有他写了一张字。 这家伙,做皇帝不成,林茅丹青,寿金体的书法,却尾实是绝妙天下。 郭杨二人也不懂什么叫做林茅丹青,与寿金体的书法,只唯为而应。 走了一会儿,杨铁青道,日间听他说话的先生言道,我大宋半壁江山,都送在这道君皇帝手里,他画的画,写的字,又是什么好东西了。 老兄何必干冒大险,巴巴的到皇宫去道了出来。 取三微笑道,这个你就不懂了。 郭小杰道,这道君皇帝既然画了一笔好画,写的一首好字,定然是聪明得很的,只可惜他不专心做皇帝。 我小时候听爹爹说,一个人不论学文学武,只能专心做一件事,倘若东也要抓,西也要摸,到头来定然一事无成。 取三道 姿势寻常之人,当然是这样,可是天下尽有聪明绝顶之人。 文才武学,书画琴棋,算术掏掠掠,一致一谱星象,奇门五行,无一不惠,无一不惊。 只不过,你们见不着罢了。 说着,抬起头来,望着天边一轮彩月,长叹一声。 月光映照下,郭阳二人见他眼角边,忽然渗出了几滴泪水。 郭阳二人回到家中,将两件精气深深埋入后院地下,被自己欺视也不吐了半句。 两人此后一如往日,耕种打猎为生,闲来习练兵器拳脚,便知两人相对之时,也绝不提及此事。 两人有时也仍去小酒店兑饮几壶,那脖子取三仍是烫上酒来,端来蚕豆,花生等下酒之物。 然后一窍一拐地走开,坐在门边,对着大疆自管默默想他的心事。 那晚临终夜斗,似乎从来就不曾有过。 但郭阳二人瞧想他的眼色,自不免带上了几分敬畏之意。 秋尽东来,过一天冷死一天。 这一日,晚间刮了半夜北风,便下起雪来。 第二日,下得更大,阴绪飞天,穷摇扎地,寺下里都是白茫茫的。 杨铁星跟魂家包氏说了,今晚整治九窑,请义兄夫妇过来饮酒赏雪。 吃过中饭后,他提了两个大葫芦,到村头酒店去酷酒。 道德殿前,却见一对板门关得紧紧的,酒帘也收了起来。 杨铁星打了几下门,叫道, 许三哥,跟你酷三斤酒。 却不听着应声。 隔了一会儿,他又叫了几声,屋内人物应声,走到窗边巷内一张, 只见桌上灰尘鸡的厚厚的,心想,几天没到村头来,又来取三,已有几天不在家了,可别出了事才好。 当下只得冲锋冒雪,到五里外的红梅村去买了酒, 就便又买了一只鸡,回到家来,把鸡杀了,请魂家整治。 他魂家包氏,归名昔若, 便是红梅村私塾中教书先生的女儿, 嫁给杨铁星还不到两年。 当晚,包氏将一只鸡喝着白菜、豆腐、粉丝放入一只大瓦罐中, 在炭火上熬着, 再切了一盘腊鱼腊肉, 得到傍晚,到隔壁去请郭小天夫妇饮酒。 郭小天新娘过来, 他魂家里是,却拥有了身孕, 这几日只是藕酸,吃了东西就吐,便推辞不来。 李氏的闺名单字一个瓶子, 包熙若和他有如姊妹一般。 两人在房中说了好一阵子话, 包熙若给他泡了一壶热茶, 这才回家来张罗, 却见丈夫和郭小天把炭炉搬到桌上, 烫了酒,两人早在吃喝了。 郭小天道, 帝妹,我们不等你了, 快来请坐。 郭阳二人交好又都是豪杰之事, 乡下人家更不讲究什么男女必闲的礼法。 包熙若微笑答应, 在他楼中添了些叹, 拿一支酒杯来蒸了酒, 坐在丈夫下手。 这两人脸上都是气愤愤的。 笑头, 又有什么事惹得哥俩生气了? 杨底心道, 我们正在说临安朝廷中的混账事。 郭小天道, 昨儿我在中安桥头习语阁茶楼, 听人谈到韩查昼这贼宰相的事, 那人说得有头有尾, 想来不恰。 他说, 不论哪一个官员上书禀报, 郭文尚要是不注明并现某某物的字样, 这贼宰相压根就不瞧他的文书。 杨底心探讨, 有这样的皇帝就有这样的宰相, 有这样的宰相就有这样的官吏。 临安永金门外的黄大哥跟我说, 有一日他正在山边砍柴, 忽然见到大批官兵拥着一群官们过来, 却是韩宰相带了百官到郊外游乐, 他自广砍柴也不理会, 呼听了那韩叉咒叹道, 这里竹梨茅舍真是绝妙的山野风光啊, 就可惜少了些机名犬费之声。 他话刚说完不久, 忽然草丛里汪汪汪地叫了起来, 包西洛笑道, 这狗儿倒会凑去, 杨底心道, 是啊, 真会凑去, 那狗子叫了一会儿, 从草里钻讲出来, 你倒是什么狗子, 居然是咱们临安府的堂堂府尹赵大人。 包西洛笑完了腰, 直叫, 哎哟, 郭小千道, 赵大人这一半狗叫, 指日就要高升, 杨底心道, 这个自然, 三人喝了一会儿酒, 只见门外雪下得更大, 热酒下肚, 三人身上都觉得暖哄哄的, 呼听的东边大路上传来一阵踏雪之声, 脚步起落极快, 三人转头望去, 却却是个道士。 那道士头戴斗笠, 身披缩衣, 全身罩满了白雪, 背上斜插一柄长剑, 剑把上黄色丝条在风中左右飞扬, 飞雪满天大步独行, 实在气概非凡。 郭小千道, 这道士身上很有功夫, 看来也是条好汉, 只没个名堂不好请教。 杨底心道, 不错, 咱们请他进来喝几杯, 教教这个朋友。 两人都生性好客, 当即离座出门, 却见那道人走得好快, 黄眼之间你在石鱼战外, 却也不是发俗奔跑, 如此轻功, 实所罕见。 两人醉望了一眼, 都敢诧异, 梁姐心扬声大叫, 道长, 请留步。 喊声扑歇, 那道人修得回身, 点了点头。 杨底心道, 天洞大雪, 道长合不过来, 饮起杯, 结结寒气。 那道人冷笑一气, 剑步如飞, 轻刻间来到门外, 脸上满是鄙夷不屑之色。 愣然道, 叫我留步, 适合居心, 爽爽快饭说出来吧。 杨底心心想, 我们好意请你喝酒, 你这道人却嫩得无礼, 当下羊头不彩。 郭笑天报前道, 我们兄弟正次烤火饮酒, 见道长冒含独行, 斗胆相腰, 冲撞莫怪。 那道人双眼一翻, 朗声道, 好好好, 喝酒就喝酒, 大踏步地进来。 梁姐心更是气恼, 伸手一把抓住他的左腕, 往外一带, 喝道。 还没请教, 道长法号。 陡然间, 呼吁那道人的手滑如鱿, 竟从自己手掌中溜出, 知道不妙, 正在退开。 突然手腕上一紧, 已被那道人反手抓住, 煞事之间, 便似被移着铁圈紧紧箍住, 又疼又热, 急忙运进底欲, 那只整条右臂 已然酸麻无力, 晚上奇痛彻骨。 古小天见异地忽然满脸仗着通红, 知他吃亏, 心想, 本是好意截敲, 躺如贸然动手, 反得罪了江湖好汉。 忙抢过去道, 道长请这边坐。 那道人又是冷笑两声, 放脱了杨铁心的手腕, 走到堂上, 大模大样地居中而坐。 说道。 你们两个明明是山东大汉, 去躲在这里驾盆临安香农, 只可惜, 忙口山东话却改不了, 庄家汉又怎会武功。 杨铁心又炯又怒, 走进内室, 在抽屉里取得一柄匕首, 放在怀里, 这才回到内堂上, 晒了三杯酒, 自己干了一杯, 漠然不语。 那道人望着门外大雪, 既不饮酒也不说话, 真是微微冷笑。 郭小天见他满脸敌意, 知他定是宜心酒中做了手脚, 取过道人面前的酒杯, 将杯中酒一口勘了, 说道。 酒冷得快, 给道长换一杯热的, 说着又炙了一杯。 那道人接过一口喝了, 说道。 酒里就是有萌含药, 也迷不着我。 杨铁星更是焦躁, 发作道。 我们好意情意饮酒, 难道起心害你? 你这道人说话不三不四, 快请出去吧, 我们的酒不会酸了, 菜也不会臭了没人吃。 那道人哼了一声, 也不理会, 取过酒壶, 自着自珍, 连干三杯, 呼着解下所有斗力, 抛在地下。 杨国两人细看时, 只见他三十余岁年纪, 双眉斜飞, 脸色红润, 方面大耳, 目光炯炯照人。 他跟着解下背上的格囊, 猛桌上一道, 咚的一声, 杨国二人都翘起身来, 原来格囊中滚出来的, 竟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 包西若惊叫, 哎哟, 逃进了那一堂, 杨底心伸手去摸怀中匕首, 那道人将格囊又是一刀, 叠出两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来, 一个是心, 一个是肝, 看来不像是猪心猪肝, 只怕是人心人肝。 杨底心喝道, 好贼道, 匕首出怀, 就向那道人胸口刺去。 道人冷笑道, 鹰爪子动手了吗? 左手掌员在他手腕上一击, 杨底心腕上一阵酸麻, 五指邓氏无力, 匕首已被他家手夺去。 郭孝天在旁看着大惊, 心想, 异地是名将之后, 家传的武艺平日较量武功, 自己上烧训的一筹, 这道人竟视他有如无误。 刚才这一首, 显然是江湖上相传的空手夺败刃绝戏, 这功夫只曾听闻, 可从来没有见过, 当下唯恐异地受伤, 俯身举起板凳, 只带道人匕首四来, 就举凳去趟。 谁知道道人并不理会, 拿起匕首一阵乱剁, 把人心人干剁成碎块, 跟着一声长啸, 声震乌瓦, 举起右手, 一掌劈降下来, 嘣的一声, 桌上韭菜杯盆都震着跳了起来, 看在人头时, 已被他手掌, 激得头骨碎裂, 连桌子中间也裂开一条大缝。 两人正字惊疑不定, 那道人喝倒, 无耻鼠辈, 早于今日打开杀戒了。 杨底心怒急, 哪里还忍耐得住, 抄起套在屋脚里的铁枪, 抢到门外雪地里, 叫道, 来来来, 叫你知道杨家枪法的厉害。 那道人微微冷笑, 说道, 凭你这围虎作伤的宫门鼠辈, 你配是杨家枪。 纵身出门, 郭笑天见情势不妙, 蹲回家去提了双茧, 只见那道人也不拔剑, 站在当地, 刨袖在说风里烈烈作响, 杨底心喝道, 拔剑吧。 那道人道, 你两个鼠辈一起上来, 道爷也只是空手对付。 杨底心使个旗鼓, 一招独龙出纵, 枪上红莺捣动, 卷起碗大的枪花, 往道人心口直掘过去。 那道人一正, 赞道, 好, 身随枪走, 必向左侧, 左掌翻转, 尽次来抓枪头。 杨底心在这杆枪上曾苦下幼功, 深得祖传记忆, 要是杨家枪飞龙小可, 当年杨在兴平易干铁枪, 率领三百宋兵, 在小商桥大战金兵四万, 分力杀死敌兵两千余名, 自杀万户长撒巴伯计, 千户长百户长一百余人。 其实金兵见来如雨, 他身上每一众一支敌剑, 随手折断剑杆再战, 最后马线迷中, 这才栗战迅国。 金兵焚烧他的尸身, 尽烧出铁剑头两声有鱼, 这一仗杀得金兵又惊又怕, 杨家枪法危一阵中原。 杨铁心虽然不及先祖威勇, 却也已破的枪法新传, 只见他船刺打脚蓝撅架臂, 枪尖荧光闪闪, 枪鹰红光点点, 好一路枪打。 杨铁心把那枪尸发了, 招数灵动, 变化巧妙, 但那道人身随枪走, 躯臂进退, 却哪里似得着他半分。 七十二路杨家枪法堪堪使完, 杨铁心不仅焦躁, 倒提鞋枪回身便走, 那道人果然发足追来, 杨铁心大喝一声, 双手抓住枪柄, 陡然间拧腰纵臂, 回身出枪, 直似道人面儿。 这一枪刚猛很急, 正是杨家枪法中, 临阵破敌, 屡杀大将的一招回马枪。 当年杨铁心在降纵之前, 与岳飞对提, 曾以这一招刺杀岳飞之地岳翻, 短短厉害无比。 那道人见一瞬间, 枪尖一道面门, 叫声, 好枪吧! 双掌合拢, 啪的一声, 一把枪尖架在双掌之间。 杨铁心猛力挺枪往前急送, 竟是纹丝不动, 不由得大惊, 奋起平生之力, 往里夺回。 枪尖却如已住在一座铁山之中, 哪里再拉得回来。 他战红了脸连夺三下, 枪尖始终脱不出对方双掌的加持。 那道人哈哈大笑, 右掌突然提起, 快有闪电般在枪身中间一击, 咔的一声, 杨铁心只觉虎口剧痛, 急忙撤手, 铁枪已摔在雪地之中。 那道人笑道, 你使得果然是杨家枪吧, 得罪了, 请叫贵姓。 杨铁心惊魂未定, 随口打道, 在下姓杨, 草自铁心。 道人道, 杨在姓杨将军是阁下祖上吗? 杨铁心道, 那是先曾祖。 那道人肃然起庆, 抱拳道, 是才误以为两人是歹人, 多有得罪, 去原来竟是中良之后, 时事可敬, 请叫这位高兴。 郭孝天道, 在下姓郭, 剑字小天。 杨铁心道, 他是我的义兄, 是梁山伯好汉, 赛人贵, 郭胜头领的后人。 那道人道, 贫道可真鲁莽了, 彻里谢过, 说着又失了一礼。 郭孝天与杨铁心一席还礼, 说道, 好说好说, 请道长入内再饮三杯吧。 杨铁心一面说, 一面拾起铁枪, 道人笑道, 好, 正要与两位和可痛快。 包熙若挂念丈夫与人争斗, 提心吊胆的站在门口观看。 近三人士兵言欢, 心中大位, 忙入内整治背盘。 三人坐定, 郭阳二人请叫道人访号, 道人道, 贫道姓秋名楚姬, 杨铁心叫了一声, 哎呀, 跳起身来。 郭孝天也吃了一惊, 叫道, 这莫不是长春子吗? 秋楚姬道, 这是道里乡这么见好, 贫道亏不敢当。 郭孝天道, 原来是全真派大侠长春子, 真是有幸相见, 两人扑地并败。 秋楚姬急忙扶起, 笑道, 今日我手认了一个奸人, 官府追得很紧, 两位忽然相招饮酒, 这里但是帝王之都, 两位又不似是寻常乡民, 事已起了疑心。 郭孝天道, 我这兄弟兴得急躁, 金门石试了道长一手, 那是更惹道长弃疑了。 秋楚姬道, 长人手上哪有如此尽力? 我指到两位必是官府的鹰犬, 乔中改办, 在此等候, 要捉拿频道, 吃财言语无礼, 实在是鲁莽的井。 杨铁心笑道, 不知不怪, 三人哈哈大笑。 三人喝了一杯酒, 秋楚姬指着地下碎裂的人头, 说道, 这人名叫王道前, 是个大大的罕奸, 去年皇帝派他去向金主庆贺生辰, 他竟与金人勾结, 图谋钦散江南, 贫道追了他十多天, 才把他干了。 杨国二人久闻江湖上言道, 长春子秋楚姬武功卓绝, 为人狭义, 这时见他一片热肠, 为国除奸, 更是敬仰。 两人趁机向他讨教些功夫, 秋楚姬详为点拨。 杨家想法虽是兵家绝技, 用于战场上冲锋陷阵, 故事所向无敌, 党者披靡, 但已知与武学高手对敌, 毕竟颇为不俗。 秋楚姬内外兼修, 武功虽然尚未登峰造极, 却已真甚高境界。 杨洁欣又如何能与他拆上数十招之多? 确实秋楚姬见他出手不凡, 心中暗暗撑奇。 有意引着他把七十二路枪法使完, 以便确知他是否杨家敌传。 要是真的对敌, 数招之间便已把他的铁枪震飞了。 当下说明, 这路枪法的招数本意实用于马上, 若是不斩, 须当更求变化, 不可拘于惩罚。 杨国二人听得不住点头称事。 杨家枪是传子不传女的绝技, 秋楚姬所知虽薄, 却也不明枪法中的惊傲, 当下已向杨铁欣请教了几招。 三人酒汗而热, 言谈甚是投机。 杨继心道, 我们兄弟两人得于道长, 真是平生幸事, 道长可能在设下多盘横几日吗? 秋楚姬正在杂话, 忽然脸色一变, 说道, 有人来找我了, 不管遇上什么事, 你们无论如何不可出来, 知道吗? 郭阳二人点头答应, 秋楚姬俯身十几人头, 开门出外, 飞神上树, 躲在树械之间。 郭阳二人见他举动奇特, 茫然不解, 这是万籁无声, 只听得门外朔风糊糊, 过了一阵, 西面传来隐隐的马蹄之声, 杨继心道, 道长的耳朵好铃, 又想, 这位道长的武功, 果然是高得很了, 但若与那脖子曲三相比, 却不知是谁高谁下。 又过一会儿, 马蹄声越来越近, 只见风雪中十余计击奔而来, 乘客都是黑衣黑帽, 直冲到门前, 当先一人突然勒马, 叫道, 足迹到此为止, 刚才有人在这里动过手, 后面书人翻身下马, 查看雪地上的足气, 为首那人叫道, 紧屋去搜, 并由两人下马来派杨家大门, 突然间树上镇下一雾, 捧的一声正打在那人头上, 这一掷尽力其大, 那人竟被此雾撞得脑浆泵泥而死, 众人一阵大滑, 几个人围住了大树, 一人拾起智下之物, 惊叫, 王大人的头, 围首的那人抽出长刀, 大声吆喝, 十余人把大树团团围住, 他又是一声口令, 五个人弯弯搭建, 五支宇剑, 急向秋楚吉射去, 杨铁星提起铁枪想要出驻站, 郭小天一绑拉住, 低声道, 道长叫咱们别出去, 要是他寡不敌众, 咱们再出手不迟, 化声普避, 这件树上一支宇剑悲降下来, 却是秋楚吉闪开四剑, 接住了最后一剑, 一甩手剑手法, 投掷下来, 只听到啊的一声, 一名黑衣人中箭落马, 滚入了草丛之中, 秋楚吉拔剑月下, 剑光起初, 两名黑衣人已然中箭, 回首的黑衣人叫道, 好贼道, 原来是你, 刷刷刷三支短弩随手打出, 长刀披风勒马冲来, 秋楚吉见光连闪, 又是两人中箭落马, 杨铁星只看得张大了口, 何不拢来, 心想, 自己也练得十年武艺, 但这位道爷出现如此快发, 别说抵挡, 连瞧也没能瞧清楚, 刚才如不是他手下荣情, 自己早就死于非命了。 但见秋楚吉来去如风, 正和骑马使刀那人相斗, 那使刀的也甚了得, 一柄刀遮架劈砍, 甚为威猛, 在斗鱼镇, 郭阳二人已看出, 秋楚吉存心与他缠斗, 捉控或出掌机或以剑刺, 杀伤对方一人, 用意思要把全部莱迪一股歼灭, 生怕伤了围头之人, 与党一哄而散, 那就不易追杀了。 只过半顿饭时间, 来敌已只剩下六七名, 那使刀的指导不敌, 一声呼哨, 双腿一掐, 打转马头就逃, 秋楚吉左掌前毯, 已拉住他的马尾, 手上一用劲儿, 身子疏得飞起, 还未约上马背, 一剑已从他后心插进, 前胸穿出, 秋楚吉抛下敌尸, 乐将纵马, 四下兜结盖杀, 只见铁蹄翻飞, 剑光闪烁, 惊呼鹤笑声冲, 一个个失手倒下, 鲜血把白血而挨的大地 翩翩染火, 秋楚吉披荐四股, 围剑一匹匹空马, 自散狂奔, 再无一名敌人剩下, 他哈哈大笑, 向郭阳二人招手道, 杀得痛快吗? 郭阳二人开门出来, 神色间惊魂未定, 郭小天道, 道长, 那是些什么人? 秋楚吉道, 你在他们身上搜索。 郭小天往那迟到人身上抄摸, 掏出一件公文来, 抽出来看时, 却是那装狗叫的 林安府赵之府所发的密令, 那城大金国使者 在林安府 作所杀害王道前的凶手, 托令捕快会同大金国人员 刻日拿捕凶手归案。 郭小天正次看得愤怒, 那边杨铁心也叫了起来, 手里拿着几块从尸身上剪出来的腰牌, 上面刻着金国文字, 居然来这批黑衣人中有好几人竟是金兵。 郭小天道, 金兵到咱们国境内任意带人杀人, 我大宋官府竟要听他们使者的号令, 那还成什么事件? 杨戒心叹道, 大宋皇帝既想金国称臣, 我五百官还不都成了鸡人的奴才吗? 邱楚姬恨恨地说, 出家人本应慈悲为怀, 可是一见了汉民奸贼, 敌国仇寇, 贫道竟是不能手下留情。 郭阳二人齐声道, 杀得好,杀得好。 小村中居民门少, 天寒大雪更是无人外出, 就算有人瞧见, 也早逃回家去, 庇护不出, 谁敢过来查看询问。 杨戒心取出锄头铁锹, 三人把十一具尸首埋入一个大坑之中。 包西若拿了扫帚, 扫住雪上的血迹, 扫了一会儿, 突出血腥之气直冲胸蚁, 眼前一阵金凶乱冒, 压的一声坐倒在雪壁之中。 杨戒心吃了一惊, 忙抢过扶起, 连声问道, 怎么? 包西若闭目不达。 杨戒心见他脸如白痴, 手足冰冷, 心里十分惊慌。 秋楚姬过来, 拿住包西若右手手腕, 一大脉搏大声笑道, 恭喜恭喜。 杨戒心愕然道, 什么? 这时包西若应了一声醒了过来, 见三个男人站在周身, 不禁害羞, 忙回进屋内。 秋楚姬微笑道, 村夫人有喜了。 杨戒心喜岛, 当真? 秋楚姬笑道, 贫道平生所学, 稍足自卫的只有三千, 第一是医道, 炼丹不成, 鱼药时倒因此所知不少, 第二是做几首歪尸, 第三才是这几首三脚猫的武艺。 郭笑天道, 道长这边亲人的武功若是三脚猫, 我兄弟俩只好说是独角老鼠了。 三人一面说笑, 一面掩埋尸首, 掩埋完毕后, 入屋重整背盘, 秋楚姬今日一举杀了不少金人, 大唱心怀, 异性甚豪。 杨戒心想道, 妻子有了身孕, 笑音音的何不拢口来, 心想, 这位道长亏所失, 那是文武双全了, 说道, 郭大嫂也怀了孩子, 就凡道长得取两个名字好吗? 秋楚姬微一沉吟, 说道, 郭大哥的孩子就叫郭静, 郭二哥的孩子叫做杨康, 不论男女都可用这两个名字。 郭小天道, 好, 道长的意思是叫他们不忘静康之识, 要记得二弟被掳之辱。 秋楚姬道, 正是, 伸手入怀摸出良冰短剑来, 放在桌上, 这对剑长短形状完全相同, 都是绿皮翘, 金虫口, 乌乌木的剑柄。 他拿起杨铁心的那柄匕首, 在一把短剑的剑柄上刻了郭静两个字, 在另一把短剑上刻了杨康两个字。 郭阳二人见他运剑如飞, 比常人写字还要迅速, 刚刚明白他的意思, 秋楚姬已刻完了字。 笑道, 课中没了什么东西, 这对短剑就留给两个没出事的孩子吧。 郭阳二人谢了结果, 抽剑出窍, 这却冷气森森, 剑人锋利之急。 秋楚姬道, 这只短剑是我无意之中得来的, 虽然锋利, 但剑人短了, 贫道不合适, 将来孩子们倒可以用来杀敌防身。 十年之后, 贫道如上狗活人士, 必当再来, 传授孩子们棘手功夫, 如何? 郭阳二人大喜, 连声称谢。 秋楚姬道, 鸡人窃去北方, 对百姓暴虐之急, 其事必不可求, 两位好似为之吧。 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开门走出。 郭阳二人带要相留, 却见他脉步如飞, 在雪地里早已去得远了。 郭笑天探讨, 高人侠侍总是这样来去飘忽。 咱们今日虽有幸会见, 想多讨教一点, 确实无缘。 杨姐心笑道, 大哥, 道长今日杀得好痛快, 也给咱们出了一口闷气。 拿着短剑, 拔出窍来摩索剑刃, 呼道, 大哥, 我有个傻主意, 你瞧成不成? 郭笑天道, 怎么? 杨姐心道, 要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男儿, 那么让他们结为兄弟, 倘若都是女儿, 就结为姊妹。 郭笑天抢得道, 若是一男一女, 那就结为夫妻。 两人双手一握, 哈哈大笑。 包希若从那堂出来, 笑问, 什么事乐成这个样子? 杨姐心把刚才的话说了, 包希若脸上一红, 心中也甚乐意。 杨姐心道, 咱们先把这只短剑 换掉了再说, 就算是文定之礼, 如是兄弟姐妹咱们再换回来, 要是小夫妻嘛。 郭笑天笑道, 那么对不起得很啊, 梁炳剑都到了做哥哥的家里了。 包希若笑道, 说不定都到做兄弟的家里呢? 当下郭阳二人换过了短剑, 其实指父为婚事数寻常, 两个孩子未出娘胎, 双方父母往往以待他们定下了重申大事。 郭笑天当下拿了短剑, 喜滋滋地回家去告诉妻子, 李平听了也甚是欢喜。 杨姐心把玩短剑, 自称自也不绝大罪。 包希若将丈夫扶上了床, 收拾杯盘, 见天色已晚, 到后院去收鸡入容。 但要去关后门, 这件雪地里扁扁血迹横过后门, 他吃了一惊, 心想, 原来这里还有血迹没打扫干净, 要是给官府公差看到, 岂不是偏大一桩祸事? 忙拿了扫帚, 出门扫血。 那血迹直冲到屋后林中, 血地上留着有人爬动的痕迹, 包希若愈加起疑, 跟着血迹走进松林, 转到一座古坟之后, 这件陛下有黑悠悠的一团物事。 包希若走近一看, 赫然失去尸首, 身穿黑衣, 就是刚才来捉拿丘主机的人众之一, 想是他受伤之后, 一时未死, 爬到了这里。 他正在回去叫醒丈夫出来掩埋, 忽然转念, 别鬼使神差的, 偏偏有人这时过来撞见, 鼓起勇气, 过去拉扎尸首, 想拉入草丛身中藏起, 再去叫丈夫, 不到他失手一拉, 那失手忽然扭动, 跟着一声身影。 包希若这一下, 吓得魂飞天外, 直到是僵尸作怪, 转身要逃, 可是双脚就如钉在地上一般, 再也动弹不得。 隔了半上, 那失手并不再动, 他拿扫帚去轻轻碰触一下, 那失手又声音了一下, 声音甚是微弱, 他才知此人未死。 并静看时, 见他背后尖头中了一只狼牙利剑, 深入肉里, 见之上染满了血污, 天空雪花, 物子不断飘下, 那人全身已照上了薄薄一层白血, 只需过的半夜, 便冻也冻死了。 他自幼便心地仁慈, 只要见到受了伤的麻雀田鸡, 甚至虫制蚂蚁之类, 毕竟再回家来, 妥为未养, 直到伤愈, 再放回田野, 若是一事不好, 就会整天不乐。 这脾气大了, 仍旧不改, 以致屋子里养满了猪斑虫蚁, 小琴小兽。 他父亲是个屡试不地的村学秋, 按着性子给他取个名字, 叫做西若。 红薇村包家老公鸡老母鸡特多, 原来包鸡若碎养鸡熟后, 绝不肯宰杀一只, 父母要吃, 只有到世上另外, 是一家里, 每只小鸡都是得养天年, 寿终正寝。 他嫁到杨家之后, 杨启兴对这位如花似玉的妻子十分怜爱, 世事顺着他的性子, 杨家的后院里, 自然也是小鸟小兽的天下。 后来, 杨家的小鸡小鸭也慢慢地变成了大鸡大鸭, 只是他嫁来喂酒, 家中尚未出现老鸡老鸭, 但大势所居, 日后自比如此。 这时, 他见这人奄奄息地浮在雪地之中, 此心顿生, 明知此人并非好人, 但眼睁睁地见他痛死冻死, 心想无论如何不忍。 他唯一沉吟, 急奔回屋, 要叫醒丈夫商量, 无奈杨体心大醉沉睡, 推他指示不动。 包西若心想, 还是救了那人再说。 当下捡出丈夫的直血缆, 金床药, 拿了小刀碎布, 在罩上提了半壶热酒, 又奔倒坟后。 那人仍是扶着不动, 包西若扶他起来, 把半壶热酒给他慢慢灌入嘴里, 他自幼医治小鸟小兽惯了的, 对衣伤倒也有些闻到, 见这一剑射得很深, 一拔出来, 只怕当时就要呸血毙命, 但如不把剑拔出来, 终不可置疑。 于是咬紧牙关, 用锋利小刀割开剑旁肌肉, 拿住剑杆, 奋力向他一提。 那人惨叫一声, 昏死了过去, 窗口鲜血直喷, 只射得包西若胸前一斤上, 全是血点, 那只剑终于拔了出来。 包西若心中突突乱跳, 忙拿止血伞按在窗口, 用布条紧紧扎住, 过了一阵, 那人悠悠醒来, 可是疲弱无力, 连哼都哼不出声。 包西若吓得手酸足软, 实在扶不动这个大男人, 迎起一动, 回家拿了块门板, 把那人拉到板上, 然后在雪地上拖动门板, 就像一辆雪车般将他拖回家中, 将他安置在柴房之中。 他忙了半日, 这时心神方定, 患下无医, 洗净手脸, 从瓦罐中倒出一碗 是才没喝完的鸡汤, 一手拿了烛台, 再到柴房去瞧那汉子。 见那人呼吸细微, 并未断气, 包西若心中甚微, 把鸡汤喂他。 那人喝了半碗, 忽然聚烈咳嗽起来。 包西若吃了一惊, 举起竹菜一瞧, 烛光下只见这人眉清目秀, 皮梁高耸, 竟是个相貌俊美的青年男子。 他脸上一热, 左手微颤, 晃动了竹台, 几滴竹油滴在那人脸上。 男人睁开眼来, 目见一张芙蓉秀脸, 双甲蕴红, 兴眼如波, 眼眶中又是怜惜, 又是羞涩。 当前光景晚在梦中, 不仅看得呆了。 包西若低声道, 好些了吗? 把这碗汤喝了吧。 那人伸手要接, 但手上无力, 险些把汤全倒在身上。 包西若抢住汤碗, 这时救人要紧, 只得为了他一口一口地喝了。 那人喝了鸡汤后, 眼中渐渐显出光彩, 凝望着他, 显示不胜感激。 包西若倒给他小的有些不好意思了, 拿了几捆稻草给他盖上, 持住回房。 这一晚再也睡不安稳, 连做了几个噩梦。 呼见丈夫一枪把柴房中那人刺死, 又见那人提刀杀了丈夫, 去来追逐自己, 四面都是深渊, 无处可以逃避。 几次都从梦中惊醒, 吓得身上都是冷汗。 带得天明起身, 丈夫早已下床, 只见他拿着铁枪, 正用磨刀石磨砺枪头。 包西若想起夜来梦境, 吓了一跳, 忙走去柴房, 推开门来, 一惊更深, 原来里面只剩乱草一堆, 那人已不知趣向。 他奔到后院, 追见后眉居眼, 局地里豁然是一行 有人凉滚带爬向西而去的痕迹。 他望着那痕迹, 不觉正正地出了神。 过了两久, 一阵寒风扑面而来, 呼觉腰酸骨软十分困倦。 回到前堂, 杨戒心已烧好了白粥, 放在桌上, 笑道, 你瞧, 我烧的粥还不错吧。 包西若知道丈夫因自己怀了身孕, 是以特别体系, 一笑而作, 端起粥碗吃了起来。 他想, 若把昨晚之事告诉丈夫, 他饥饿如愁, 定会赶去将那人赐死, 岂不是救人没救撤? 当下绝口不提。 呼呼, 辣尽春回, 转眼间过了数月, 包西若腰围渐粗, 愈来愈感晕困, 于那晚救人之事也渐渐淡忘了。 这日杨氏夫妇吃过晚饭, 包西若在灯下给丈夫缝套金山库, 梁铁星打好了两双草鞋, 把草鞋挂到墙上, 激起日间耕田坏了梨头, 对包西若道, 梨头损了, 名叫东村的张木尔加一金半铁, 打一打。 包西若道, 好。 梁铁星瞧着妻子, 说道, 我衣衫够穿了, 你身子弱, 又有了孩子, 好好多歇歇, 别再给我做衣裳。 包西若转过头来一笑, 却不停身。 梁铁星走过去, 轻轻拿起他的针线, 包西若这才伸了个懒腰, 吸一灯上床。 吹到午夜, 包西若朦朦朦朦之间, 呼听丈夫陡然间坐起身来, 一惊而醒, 只听的远处, 隐隐有马蹄之声。 听声音, 是从西面东来, 过的一阵, 东边也传来了马蹄声, 接着北面南面都有了蹄声。 包西若坐起身来, 道, 怎么四面都有了马? 杨铁星匆匆下床穿衣, 片刻之间, 四面蹄声越来越近, 村中犬儿都笑叫起来。 杨铁星道, 咱们给围住了。 包西若惊道, 干什么呀? 杨铁星道, 不知道。 把秋楚姬所增的短剑递给妻子, 道, 你拿着防身, 从墙上摘下一杆铁枪, 握在手里。 这时, 东南西北人生马丝已乱成一片, 杨铁星推下窗子外望, 只见大队兵马, 一把村子团团围住, 众兵兵手里高举着火把, 几八名武将, 骑在马上往外奔驰。 只听着众兵兵齐声叫喊, 捉拿反贼, 莫让反贼跑了。 杨铁星寻死, 是来捉拿取番吗? 这几日却不见他在村里, 幸好他不在, 否则的话, 他的武功再强, 也敌不过这许多兵马。 呼吸一名武将高声叫道, 郭孝天, 杨铁星两名反贼, 快快出来受服纳命。 杨铁星大吃一惊, 包西若更是吓得脸色苍白, 杨铁星低声道, 管家不知为了何事, 竟来诬陷良民, 跟官府是辩不清楚的, 咱们只好逃命, 你别慌, 凭我这杆枪, 定能保你充足重围。 他一身武艺, 又是在江湖上闯淡过的, 这时临危不乱, 挂上线带, 握住妻子右手。 包西若道, 我来收拾东西。 杨铁星道, 还收拾什么, 统统不要了。 包西若心中一酸, 垂下泪来, 柴神道, 我们这家呢? 杨铁星道, 咱们只要留得住性命, 我和你自可在别地重整家园。 包西若道, 这些小鸡小猫呢? 杨铁星叹道, 傻孩子, 还顾得到他们吗? 顿了一顿, 安慰他道, 官兵又怎么会跟你的小鸡小猫为难? 一言方毙, 窗外火光闪耀, 忠兵役点燃了两间草房, 又有两名兵丁高举火把来烧杨家屋檐, 口中大叫, 谷小天, 杨铁星两个反贼, 再不出来, 便把牛家村烧成了白地。 杨铁星怒气田英, 开门走出, 大声喝口, 我就是杨铁星, 你们干什么? 两名兵丁吓了一跳, 丢下国把, 转身退开, 我光中一名武将拍马走近, 叫道, 好, 你是杨铁星, 跟我建官去, 拿下了。 四五名兵丁一拥而上, 杨铁星倒转枪来, 一招白红惊天, 把三名兵丁横扫在地, 又是一招春雷震怒, 枪柄挑起一兵, 灌入了人堆, 贺道, 叫拿人, 先得说说我犯了什么罪, 那武官骂道, 大胆反贼, 竟敢拒捕, 他口中叫骂, 但也畏惧对方勇武, 不敢脾气, 他身后另拥武官叫道, 好好跟老爷过堂去, 免得加重罪名, 有功文在此。 杨铁星道, 拿来我看, 那武官道, 还要一瓶锅饭呢? 郭小天从窗口弹出半身, 翁弓搭剑, 贺道, 郭小天在这里, 箭头对准了他, 那武官心头发毛, 只去背脊上一阵阵凉气, 叫道, 你把剑放下, 我读功文给你们听, 郭小天立声道, 快读, 把功扯得更满了, 那武官无奈, 拿起功文大声读道, 临安府牛家村村民郭小天, 杨铁星二犯, 勾结巨寇, 图谋不轨, 卓记拿问, 言审法办, 郭小天道, 什么洋文的功文, 那武官道, 是韩相爷的手语, 郭阳二人都是一惊, 军想, 什么是这样厉害, 竟要韩差重, 牵手下雨, 难道邱道长杀死官差的事发了, 郭小天道, 谁的手告, 有什么证据, 那武官道, 我们只管拿人, 你们到府藏上自己分辨去, 杨洁星教导, 韩丞相专害无辜好人, 谁不知道, 我们可不上这个当, 领队的武官叫道, 抗命拒捕, 罪佳一等, 杨洁星转头对妻子道, 你快多穿件衣服, 我夺他的马给领, 待我先射到将官, 兵足自然乱了, 前生响处, 剑发流星, 正从那武官右肩, 那武官啊呦一声, 撞下马来, 众兵丁齐声发喊, 另一名武官叫道, 拿反贼啊, 众兵丁纷纷冲来, 郭阳二人箭如连珠, 转瞬间射到六七名兵兵, 但官兵势众, 在武官督帅下冲到两家门前, 杨洁星大喝一声急冲出门, 铁枪起处, 官兵惊呼倒退, 他动到一个骑白马的武官身旁, 挺枪刺去, 那武官举枪挡架, 起知杨家枪法变化灵动, 他枪杆下沉, 那武官腿上早着, 杨洁星举枪瞟起, 那武官一个筋头, 倒翻下马。 杨洁星枪杆在地上一撑, 飞身跃上马背, 双腿一夹, 那马一声长丝, 于火光中向屋门奔去。 杨洁星挺枪刺到门边, 一名兵丁, 俯身身臂, 把包西洛抱上马背, 高声叫道, 大哥, 跟着我来。 郭小天五动双击, 保护着妻子李平, 从人从中冲杀出来, 官兵见二人士兄, 拦阻不住, 纷纷仿剑。 杨洁星纵马奔到李平身旁, 叫道, 大嫂, 快上马。 说着一跃下马, 李平急道, 使不得。 杨洁星拿来理他, 一把将他拦腰抱起, 放在马背, 一兄弟两人跟在马后, 且战且走, 落荒而逃。 走不多时, 突然前面喊声大作, 又是一飙军马冲杀过来, 郭阳二人暗暗叫鼓, 但要密路奔逃, 前面与剑搜搜射来。 包西洛叫了一声, 哎哟, 坐地重剑跪地, 把马背上两个女子都抛下马来。 杨洁星道, 大哥, 你护着他们, 我再去抢马。 说着提枪往人从从冲杀过去, 十一名官兵排成一排, 手挺长矛对准了杨铁心, 起一声呐喊。 郭小天眼见官兵势大, 心想, 凭我兄弟二人逃命不难, 但前后有敌, 妻子是无论如何救不出来。 我们又没犯法, 与其白白在这里送命, 不如上林安府分辩去。 上次邱主席道长杀了官兵和金兵, 可没放逃了一个, 死无对证, 连官府也不能定我们的罪。 再说, 那些官差金兵又不是我们兄弟杀的。 当下纵声叫道, 兄弟, 别杀了, 咱们就跟他们去。 杨洁星一呆, 脱枪回来。 带队的军官下令停舰, 命兵士私下围住, 叫道, 抛下兵器弓箭, 找你们不死。 杨洁星道, 大哥, 别中了他们的奸气。 郭笑天羊二头, 把双脊往地下一抛。 杨洁星将爱妻吓得花容失色, 心中不忍, 叹了一口气, 也把铁枪和弓箭振在地上。 郭扬二人的兵器刚一离手, 十余只长矛的矛头, 立刻刺到了四人的身旁。 八名士兵走将过来, 两个服侍一个, 将四人反手附住。 杨洁星黑黑冷笑, 昂头不理, 带队的军官举起马鞭, 刷着一篇, 激在杨洁星脸上, 骂道, 大胆反贼, 当真不怕死吗? 这一篇指导他自额至颈, 长长一条血痕。 杨洁星怒道, 好啊, 你叫什么名字? 那军官怒气更致, 鞭子如雨而下, 叫道, 老爷行不改姓, 做不改名, 姓断民天德, 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天德, 记住了吗? 你到阎王老子那里去告状吧。 杨洁星毫不退彼, 袁正双眼, 凝视着他。 杨洁星喝道, 老爷头上有刀疤, 脸上有清净, 都记住了, 说着又是一边。 包西若见丈夫如此受苦, 哭叫, 他是好人, 又没做坏事, 你, 你干嘛要这样打人呢? 你, 你怎么不讲道理? 杨洁星一口唾沫, 呸的一声, 正吐在段天德脸上, 段天德大怒, 拔出妖刀, 叫道, 先毙了你的反贼, 举刀楼头砍降下来, 杨洁星向旁闪过, 身旁两名兵士长矛前挺, 抵住他的两斜, 段天德又是一刀, 杨洁星无处可避, 只得向后急缩, 那段天德倒也有几分功夫, 一刀不中, 贼即向前一送, 他使得士饼锯齿刀, 这一下便在杨洁星左肩上锯了一道口子, 接着第二刀又劈枪下来, 郭晓天见异地性命危待, 呼得送起, 飞脚往段天德面门提取, 段天德吃了一惊, 收到招架, 郭晓天虽然双手背拂, 腿上功夫仍是了得, 身子未落, 左足收转, 右足飞出, 正踢在段天德腰里, 段天德剧动之下, 诺不可恶, 叫道, 段强戳戳死了, 上头吩咐了的, 反贼落实巨谷, 格杀勿论, 重兵举毛其次, 郭晓天接连踢倒两兵, 忠视双手背拂, 转动不灵, 身子闪上长矛, 段天德自后赶上, 手起刀落, 把他一只右膀, 斜斜砍了下来, 杨浅心正自力争双手, 急切无法托付, 突然一胸受伤倒地, 心中急动之下, 不知从哪里, 呼声出来一股距离, 大恨一声, 神索蹦断, 回城打倒一名兵士, 抢过一柄长矛, 展开了杨家枪法, 这时候, 一夫拼命, 万夫莫当, 长矛起处, 等时戳翻了两名官兵, 段天德剧适合不好, 先自退开, 杨浅心出时尚有顾忌, 不敢杀死官兵, 这时一切都豁出去了, 东挑西打, 轻刻间又戳死戍兵, 中官兵见他凶猛, 心下都怯了, 发一声喊, 四下奔逃, 杨浅心也不追赶, 扶起一胸, 只见他断臂处, 血流如泉涌, 全身已成了一个血人, 不仅垂下泪来, 郭笑天咬紧牙关叫道, 兄弟, 别管我, 快, 快走, 杨浅心道, 我去抢马, 拼死救你出去, 郭笑天道, 不, 不, 昏了过去, 杨浅心脱下衣服, 要给他裹伤, 但段天德这一刀, 将他连肩带胸的砍下, 窗口站了半个身子, 竟是无法包扎, 郭笑天悠悠醒来, 叫道, 兄弟, 你去救地府与你少分, 我, 我是不成了, 说着, 弃绝而死, 梁浅心和他情欲骨肉, 见他惨死, 满腔悲愤, 脑海中一闪, 便想到了两人结义时的那句誓言,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抬头四望, 自己妻子和郭大嫂在混乱中都已不知去向, 他大声叫道, 大哥, 我去给你报仇, 挺毛向官兵队里冲去, 官兵这时又已列成队伍, 段天德传下号令, 剑如飞黄般射来, 杨浅心魂不在意, 拔剑即冲, 一名武官手挥大刀, 当头门砍, 杨浅心身子一矮, 突然钻到马腹之下, 那武官一刀砍空, 正在回马, 后心已被一毛刺激, 杨浅心致开尸手, 照上马背, 武动长矛, 众官兵哪敢接战, 四下奔逃, 他赶了一阵, 只见一名武官抱着一个女子, 骑在马上及时, 杨浅心飞身下马, 横毛竿打倒一名兵士, 在他手中抢过弓箭, 火光中看准那武官的坐骑, 搜得一箭射去, 正中马臀, 马腿前馈, 马上两人滚来下来, 杨浅心再是一箭射死了武官, 抢先过去, 只见那女子在地下挣扎的坐骑身来, 正是自己的妻子。 包西若乍见丈夫, 又惊又喜, 扑到了他怀里, 杨浅心问道, 大嫂呢? 包西若道, 在前面, 给, 给官兵捉去了。 杨浅心道,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救他。 包西若惊道, 后面又有官兵追来了。 杨浅心回过头来, 果剑一对官兵手举火把赶来, 杨浅心咬牙道, 大哥已死, 我无论如何也要救出大嫂, 保兴郭家的骨肉, 要是天可连剑, 你我将来还要相见之日。 包西若紧紧搂住丈夫脖子, 死不放手, 哭道, 咱们永远不能分离, 你说过的, 咱们就是要死, 也要死在一块, 是吗? 你说过的。 杨浅心心中一酸, 抱住妻子亲了亲, 硬起心肠, 拉脱他双手, 品毛往进脊椎, 奔出数十步回头一看, 这件妻子哭倒在尘埃之中, 后面官兵已赶到他的身旁。 杨浅心身袖子, 一抹脸上的汗水, 泪水, 血水, 把生死置之度外, 一心只想救出李氏, 为义兄保学后代。 赶了一阵, 又赌到了一匹马, 抓住一名官兵贺问, 得知李氏正在前面。 他纵马及时, 呼听的盗篷树林里, 一个女人声音大叫咋嚷, 急忙兜穿马头, 冲入林中, 只见李氏双手已缝覆, 正和两名兵士撕打。 她是农家女子, 身子壮健, 虽然不会武艺, 但这时拼命忙打, 自有一股刚勇。 那两名兵士又笑又骂, 一时却也奈何他不得。 杨浅心更不答话, 冲上去一毛一刻, 戳死了两兵, 把李氏扶上坐骑, 两人同城, 回马再去找寻妻子。 奔道与包氏分手的地方, 借已无人。 此时天色微明, 他下马查看, 只见地下马蹄杂踏, 上有人身拖曳的痕迹, 想是妻子又给官兵掳去了。 杨浅心急跃上马, 双足在马腹上乱踢, 那马受痛, 腾身飞驰, 赶在正极间, 忽然到旁号角声响, 冲出十余名黑衣武士, 当先一人举起狼牙棒, 往他头顶猛砸下来。 杨浅心举毛隔开, 还了一毛, 男人回棒横扫, 棒法极特, 自非中原武术所使家术。 杨浅心以前与郭孝天谈论武艺, 直到当年梁山伯好汉中, 有一位霹雳火勤鸣, 狼牙棒法天下无双, 但除他之外, 武林豪杰使这兵刃的向来极少, 因狼牙棒分量沉重, 若非有极大履历, 不易运用自如, 只有金兵将官, 却甚喜用。 以金人生长在辽通苦寒之地, 身强体大, 兵器沉重, 则镇上多占便宜。 当年金兵入寇, 以狼牙棒杂击大宋军民, 众百姓气愤之余, 忽然说起笑话来。 某甲道, 金兵有什么可怕, 他们有一物, 咱们自有一物抵挡。 某一道, 金兵有金物术, 甲道, 咱们有韩绍宝, 一道, 金兵有拐子马, 甲道, 咱们有麻刹刀, 一道, 金兵有狼牙棒, 甲道, 咱们有天灵盖。 那天灵盖是头顶的脑门, 金兵狼牙棒打来, 大宋百姓只好用天灵盖去抵挡, 笑话之中, 时寒无限悲愤。 这是杨铁心和那是狼牙棒的斗了树盒, 想起以前和郭孝天的谈论越来越是疑心, 乔承人棒法招数明明是金兵将官, 怎能忽然在此先身? 诱走树盒, 强招加快, 挺毛把那人赐于马下, 愚众大惊, 发喊逃散。 杨铁心转头去看其在身后的李氏, 要瞧他在战斗之中永无受伤, 突然间, 树松中射出一支冷剑, 杨铁心不及闪避, 这一剑直透后心。 李氏大惊, 叫道, 叔叔, 剑, 剑, 杨铁心心中一凉, 不知道我今日死在这里, 但我死前, 先得把贼兵杀散, 好让大嫂逃生。 当下摇毛狂乎, 往人多处直冲过去, 但背上剑伤创统, 眼前一团漆黑昏晕在马背之上。 当时包西若被丈夫推开, 心中痛如刀割, 转眼间官兵追了上来, 但要闪躲, 早被几名士兵拥上一匹坐骑, 一个武官举起火把, 向他脸上仔细打量了一会儿, 点点头说道, 瞧不出那两个蛮子, 倒有点本事, 伤了咱们不少兄弟。 另一名武官笑道, 现在总算大功告成, 这场辛苦, 每人总有十几两银子赏赐吧。 那武官道, 哼, 只看上头少苛扣些。 转头对号手说, 收罪吗? 那号兵举起号角, 呜呜呜地吹了起来。 包西若吞声引气, 心中只是挂念丈夫, 不知他性命如何。 这时天色已明, 路上见有行人, 百姓见到官兵队伍, 都远远地躲了开去。 包西若起初担心官兵无礼, 哪知众武官居然言语举止之间, 颇为客气, 这才稍稍放心。 刑部术里, 忽然前面喊声大震, 十余名黑衣人手执兵刃, 从道旁出杀出来, 当先一人喝道, 无耻官兵残害良民, 统统下马拉命。 带队的武官大怒, 喝道, 何妨大蓝匪徒, 在荆棘之地作乱, 快滚开心。 一众黑衣人更不答话, 冲入官兵队里, 双方混战起来, 官兵虽然人多, 但黑衣人各个武艺精熟, 一时之间杀得不分胜负。 包西若暗暗欢喜, 心想, 莫不是铁克的朋友们得到讯息, 且来相救。 混战中一箭飞来, 正中包西若坐骑的后臀, 那马腹痛, 纵提向北及时。 包西若大惊, 双臂搂住马颈, 只怕掉下马来, 只听后面提声急促, 一起马追来。 转眼间一匹黑马从身旁掠过, 手上乘客手持长锁, 在空中转了几圈, 呼的一声长锁飞出, 锁上成圈套住了包西若的坐骑, 两起马并驾而驰, 那人渐渐收短绳索, 两起马奔跑也缓慢了下来。 在跑数十步, 男人呼哨一声, 他锁成黑马, 手脚站住。 包西若的坐骑被黑马一带, 无法向前, 一声长嘶, 前足吊起, 人力起来。 包西若劳囤了大半夜, 又是惊恐, 又是伤心, 这时再也拉不住将, 双手一松, 逼下马来, 昏了过去。 婚事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等到悠悠转醒, 直觉似在睡在柔软的床上, 又是身上似盖了棉被, 很是温暖。 他睁开眼睛, 首先入眼的是青花布杖的杖顶, 原来果是睡在床上。 他侧头望了时, 见床前桌上扁着油灯, 似有个黑男子坐在床沿。 那人听着他翻身, 忙站起身来, 轻轻揭开了杖子, 低声问道, 睡醒了吗? 包西若神志尚未全赋, 只觉这人依稀似藤相识, 男人伸手在他额头一摸, 轻声道, 烧得好烫手, 医生快来了。 包西若迷迷糊糊地重又入睡。 过了一会儿, 随着有医生给他把脉诊室, 又有人为他喝药, 他只是昏睡, 梦中突然惊醒大叫, 铁哥,铁哥。 随着有人轻拍他肩膀, 滴雨抚慰。 他再次醒来时已是白天, 忍不住出声身影, 一个人走进前来揭开杖子, 这时面面相对, 包西若看着分明, 不雪吃了一惊, 这人面目清秀, 嘴角含笑, 正是几个月前他在雪地里所救的那个垂死少年。 包西若道, 这是什么地方? 我当家的呢? 那少年摇摇手是以不可作声, 低声道, 万人官兵追捕的紧, 咱们线下是借住在一家香农家里, 小人斗胆, 谎称是娘子的丈夫, 娘子可别漏了行迹。 包西若脸一红, 点了点头, 又问, 我当家的呢? 那人道, 娘子身子虚弱, 待大好之后, 小人再慢慢告知。 包西若大惊, 听他语气, 似乎丈夫已遭不测, 双手紧紧抓住背脚, 颤声道, 他, 他, 他怎么了? 那人只是不说, 道, 娘子这是惊急也是无意, 身子要紧。 包西若道, 他, 他可是死了。 那人满脸无可奈何之状, 点了点头道, 杨爷不信, 给贼官兵害死了, 说着只是摇头叹息。 包西若伤痛攻心, 昏了过去, 梁酒行转, 放声地大哭。 那人牺牲安慰, 包西若愁愁也也道, 他怎么去世的? 那人道, 杨爷可是二十来岁年级, 身长绑阔, 收拾一瓶长毛的吗? 包西若道, 正是。 那人道, 我今日一早, 见到他和官兵相斗, 杀了好几个人, 可惜。 哎, 可惜一名武官偷偷绕到他身后, 一枪刺进了他的背脊。 包西若夫妻情重, 又昏了过去。 这一日水米不尽, 决意要绝食驯夫, 那人也不相强, 整日只是思思文文地和他说话解闷。 包西若到后来有些过意不去了, 问道, 相公高姓大名, 怎会知道唯有难而来搭救? 那人道, 小人姓炎, 名列, 昨天和几个朋友经过这里, 正好遇到官兵逞凶害人, 小人路线不平, 出手相救。 不料老天爷有眼, 所救的竟是我的大恩人, 也真是天缘巧合了。 包西若听到天缘巧合四字, 脸上一红, 转身向你, 不再理他。 心下啄梦, 忽然起了疑道, 转身问道, 你和官兵本来是一路的。 你和官兵本来是一路的。 名列道, 怎, 怎么? 包西若道, 那人你不是和官兵同来捉拿那位道士吗? 这才受伤的吗? 严列道, 那日也真是冤枉, 小人从北边来, 要去临安府, 路过贵村, 哪知道, 无端端一箭射来, 中了尖被。 如果是娘子打恩相救, 真死得不明不白, 到底他们要捉什么道士啊? 道士捉鬼, 官兵却捉道士, 真是一塌糊涂。 说着, 笑了起来。 包西若道, 啊, 原来你是路过, 不是他们一伙, 我还道, 你也是来捉拿道场的, 那天还真不想救你呢。 当下便来述说, 官兵怎样前来捉拿秋楚鸡, 他又怎样杀散官兵。 包西若说了一会儿, 却见他正正地瞧着自己, 眼神神色, 痴痴迷迷, 似乎心神不属, 当起住口。 言类一惊, 裴笑道, 对, 对不住, 我在想咱们怎样逃出去, 可别再让官兵捉到。 包西若哭道, 我, 我丈夫既已过世, 我还活着干什么, 你一个人走吧。 言类正色道, 娘子, 官人为贼兵所害, 含冤莫白, 你不设法为他报仇, 却只是一意寻死。 官人生前是英雄豪杰之事, 他在九泉之下, 只怕也不能瞑目吧。 包西若道, 我一个弱女子, 又曾有报仇的能耐。 言类一粉余色, 而言道, 娘子要保杀夫之仇, 这件事着落在小人身上, 你可知道仇人是谁。 包西若想了一下, 说道, 统色官兵的将官名叫段天德, 他头上有个刀疤, 脸上有块清剂, 言类道, 既有姓名又有继人, 他就是逃到了天涯海角, 也非报此仇不可。 他出房去端来一碗西粥, 碗里有个包开了的咸蛋, 说道, 你不爱惜身子, 怎么报仇啊? 包西若心想有礼, 结果碗来慢慢吃了。 四日早晨, 包西若整一下床, 对境梳好了头计, 找到一块白铺, 捡了朵白花插在病边, 替丈夫带孝, 但见镜中红颜如花, 夫妻俩却以人鬼殊途, 悲从中来又浮桌痛哭起来。 严烈从外面进来, 带他哭声烧停, 然后声道, 外面道上官兵都已退了, 咱们走吧。 包西若随他出屋, 严烈摸出一定银子给了巫主, 把两匹马牵了过来, 包西若所成的马本来中了一箭, 这时严烈已把箭疮裹好。 包西若道, 到哪里去啊? 严烈使个眼色, 要他的人钱不可多问, 扶他上马, 两人并配相配。 走出十余里, 包西若又问, 你带我到哪里去? 严烈道, 咱们先找个隐僻的所在住下, 避一避风筒, 待官家追拿得松了, 小人再去找寻官人的尸首, 好好替他安葬, 然后找到段天德那个奸贼, 杀了替官人报仇。 包西若性格柔和, 自己本少主意, 何况大难之余, 孤苦无依, 听他想的周到, 心中好生感激, 道, 严相公, 我, 我怎声报答你才好。 严烈领人道, 我性命是娘子所救, 小人这一生供娘子驱使, 就是粉身碎骨, 赴汤蹈火, 那也是应该的。 包西若道, 只盼尽快杀了那大坏人段天德, 给铁哥报了大仇。 我这就从他于地下, 想到这里又垂下泪来。 两人行了一日, 晚上在长安镇上投电歇速, 严烈自称夫妇二人要了一间房, 包西若心中坠坠不安, 吃晚饭时一生不做, 安自抚摸秋楚姬所赠的那柄短剑, 心中打定了主意, 要是他稍有无礼, 我就一箭自杀。 严烈命剑伴拿了两捆稻草入房, 等剑伴出去, 插上了房门, 把稻草铺在地下, 自己倒在稻草之中, 身上盖了一张沾毯, 对包西若道, 娘子请安睡吧, 说着闭上了眼。 包西若的心怦怦乱跳, 想起故事的丈夫, 真是柔长寸短, 呆呆地坐了大半个时辰, 长长叹了口气, 手中挤墨短剑, 合一倒在床上。 次日, 包西若起身时, 严烈已收拾好马具, 命便办安排了早点, 包西若暗暗感激他是制成君子, 防范之心正式消了大半。 待用早点时, 见识一叠鸡草干丝, 一叠火腿, 一叠腊肠, 一叠熏鱼, 另有一小锅清香扑鼻的香耿米粥。 他出生于小康之家, 自归阳门以务农为生, 平日吃早饭只是几根咸菜半个咸蛋, 除了过年过节, 起庆宴会之外, 哪里吃过这样烤酒的饮食? 食用之时, 心里颇不自安。 待他吃完, 便便送来一个包裹, 正是严烈已走厨房去, 包西若问道, 这是什么? 并办道, 相公近日一早出去买来的, 是娘子的替换衣服, 相公说, 请娘子换了上道, 说吧放下包裹, 走出房去。 包西若打开包裹一看, 不觉呆了, 直接是一套全身高速的衣裙, 白鞋白袜固然一应俱全, 连内衣, 小袄以及罗帕, 汉金等等也都齐配, 心想, 难免他一个少年男子, 怎能想得如此周到? 观察内衣之时, 想到是严烈亲手所买, 不由得满脸糊韵。 他半夜仓促离家, 衣衫本已不整, 再加上一夜的纠缠奔波, 更是满身破损沉污, 带着里外一心, 惊疹也不觉为之一阵, 带着严烈回房, 见他身上也已患得光鲜患然。 两人纵马上道, 有时一前一后, 有时并配而行, 这时正是江南吹意浓起的时光, 道旁垂柳佛间, 花气醉人, 田中和苗一片心虑。 严烈为了要他宽怀减仇, 不是跟他东台西扯。 包希若的父亲是小镇上的不地学究, 丈夫和义兄郭孝天都是粗豪汉子, 他一生之中, 时世从未遇到过如此屠鼠俊雅, 才是不恰的男子, 但觉他一言一语, 无不含义眷妙, 心中暗暗成奇。 只是眼见一路委屈, 离临安越来越远, 他却绝口不提如何为己报仇, 更不提安葬丈夫, 忍不住道。 严想过, 我夫君的尸身, 不知落在哪里。 严烈道, 飞尸小人不肯去寻访尊夫尸首, 为他安葬, 时音前日救娘子时杀了官兵, 眼下正是风急火旺的单口, 我只要在临安佐尽一线身, 飞遭官兵的毒手不可。 严下官府到处捉拿娘子, 说道尊夫杀官造反, 罪大恶极, 拿到他的家属, 男的斩首, 女的冲走官计。 小人死不足惜, 但若娘子无人保护, 给官兵逮了去, 遭遇必定极采。 小人身在黄泉之下, 也要伤心含恨了。 包西若听他说的诚恳, 点了点头, 严练道, 我仔细想过, 眼下最要紧的是为尊夫收尸安葬, 咱们到了嘉兴, 我便取出银子, 托人到临安去, 妥为办理。 倘若娘子并要我亲自去办这才放心, 那么在嘉兴安顿好娘子之后, 小人冒险前往变了。 包西若心想, 让他甘冒大险, 与理不合, 说道, 相公如能找到妥当可靠的人去办, 那也是一样的。 又道, 我丈夫有个姓郭的义兄, 同时遭难, 赶烦相公一并为他安葬。 我, 我, 说着吹下泪来。 严练道, 此事容易, 娘子放心便是, 倒是报仇之事, 断天得那贼子是朝廷武将, 要杀他多是不义, 此刻他有防备的紧, 自有慢慢地等候机会。 包西若只想杀了仇人之后, 便自杀驯夫, 言了这番话, 虽然句句都是实情, 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 心下一集, 哭出声来, 抽抽叶叶地道, 我也不要想什么报仇了, 我当家的如此英雄, 丧切被害, 我, 我一个弱女子, 又有什么能耐, 我意思驯夫便是。 严练沉吟半省, 自也十分为难, 终于说道, 娘子, 你信得过我吗? 包西若点了点头, 严练道, 眼下咱们只有去北方, 方能躲避官兵的追捕, 大宋官兵不能追到北边去捉人, 咱们只要过了长江, 就没多大危险了, 待事情冷下来之后, 咱们在南下报仇血恨, 娘子放心宽怀, 官人的血海沉渊, 自有小人一力承担。 包西若大为惆怅, 自己家破人亡举目无尽, 如不跟随他去, 孤身一个弱女子, 又到哪里去安身礼命? 那晚亲眼见到官兵杀人放火的凶狠模样, 若是落入了他们的手里, 被冲锁关系, 那真是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了。 但此人非亲非苦, 自己是个守洁寡妇, 如何可随一个青年男子同行? 此刻, 若是举人自吻, 此人必定阻拦。 直觉去路茫茫, 来日大难, 思前想后, 真是柔肠百转。 他连日悲伤哭泣, 这时却连眼泪也几乎流干了。 严烈道, 娘子如绝小人的仇话不妥, 但请吩咐, 小人无有不孙。 包西若见他十分迁就, 心中反觉过意不去, 除非此时自己历史死了, 一了百了, 否则实在也无他法。 无可奈何之下, 只得低头道, 你瞧着办吧。 严烈大喜, 说道, 娘子的活命大恩, 小人终身不敢忘记, 娘子。 包西若道, 这事以后别再提了。 严烈道, 是, 是。 当晚两人在贾石镇一家客店中速歇, 仍是同处一室。 自从包西若答应同去北方之后, 严烈的言谈举止, 已不如先前拘警, 使时流露出喜不自胜之情。 包西若隐隐觉得有些不妥, 只是见他并无丝毫悦理, 心想他不过是感恩图报, 料来不至有何疑心。 此日中午, 连人到了嘉兴, 那是这西大城, 孙女集散之地, 自来就十分的繁荣。 宋氏难度之后, 嘉兴递进京师, 事况就更加热闹。 严烈道, 咱们找一家客店歇歇吧。 包西若一直在害怕官兵追来, 道, 拼色尚早还可以赶到呢? 严烈道, 这里的店铺不错, 娘子衣服旧了, 得买几套来屁坏。 包西若一待, 道, 这不是昨天才买的吗? 怎么就旧了? 严烈道, 道上沉多, 衣服穿一两天就不光鲜了, 再说, 像娘子这般绒色, 岂不可穿世上顶顶上等的衣衫。 包西若听他夸奖自己容貌, 心中窃喜, 低头道, 我是在热丧之中, 严烈盲道, 小人理会的。 包西若就不言语了, 他容貌秀丽, 但丈夫杨铁欣从来没有这般当面葬过, 低下头偷眼向严烈瞧去, 见他并无轻薄神色, 一时心中利流, 也不知是喜是愁。 严烈问了徒人, 竟去当地最大的秀水客栈头店, 树洗吧, 严烈与包西若一起吃了些点心, 两人相对坐在房中, 包西若想要他另要一间客房, 去又不知如何起纸来好, 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心事重重, 过了一会儿, 严烈道, 娘子紧自宽便, 小人出去买了物品就回, 包西若点了点头, 道, 相公可别花费太多了, 严烈微笑道, 就可惜娘子在扶桑, 不能带用珠宝, 要多花钱也花不了了。 第一回玩